太绿茶了吧 真够有心机的 范冰冰颜值称第二 没人改称第一 这颜值才范冰冰 还不如卷个脑子 哎 恋爱范爷了 被网红心机拉开 手握娱乐圈一手八卦 人怂话还多 大家好 我是蛙匠 欢迎来到蛙匠的吃水频道之 网红人目传 下 上期讲了 晚晚通过三段恋爱 最后嫁给了富二代嘴嘴的故事 从网红变身拥有北京美术馆的明媛 这期我打算说一下 明媛晚晚婚后 又是如何把网友的智商 放在地上摩擦 最后导致翻车的故事 想复习晚晚上的小伙伴 在视频下方自取 想继续听故事的小伙伴 三连走一波 娃将正式开车了 第一件事 先说说粉丝们津津乐道的 他云淡风轻的明媛人设 他无时无刻都强调自己 只看搭配不爱虚滑的大牌 粉丝们也都夸到 只有他敢拿着翻过包去看秀 只有他独特的气质 能加一株没有排面的帆布包 可是却转身就被扒出 拎着婆婆的爱马仕冲场面 嗯 可能是婆媳关系太好 婆婆应散给他的吧 第二件事呢 就是他时刻都在标榜着 自己很爱小动物 说自己看到流浪动物 都会流泪的晚晚 却穿着各式各样的皮草 搭配着标准的婉世笑容 穿梭在各大场合 嗯 只有我自己觉得矛盾吗 大家都觉得矛盾的 扣一 觉得不矛盾的 扣二 如果说前两件事呢 大家只是对他的人设 产生了一点小小的非议 那么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情 可谓是在当时闹得人尽皆知 莫雷辱华的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伤害了多少中国人民的感情啊 但是当大家都在抵制 NBA中国赛的时候 晚晚和他的老公 偏要带着摄影师 拍两人入场的画面 然后在大张旗鼓的po上网 这种顶封作案的行为 在当时的评论区 瞬间炸了锅 不过呢 这条微博已经被他本人删除了 不过你以为翻车事件就此打住了吗 No No 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晚晚沐浴着海边的阳光 吃着海边的美食 对国内的人民发出了最真挚的问候 你们还好吗 这还没完 晚晚不光沉浸于机身上流的形象塑造 他的美貌也不容许被忽视 虽然他已经试图碾压过超模 老牌港星 先生带小花等等 但是晚晚的征途 好像更大 更远 某次活动 他拉来了娱乐圈 曾经的颜值天花板拍合照 你们心中 谁才是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呢 请打在宫廷上 飙打蛙匠哈 反正就是趁着人家 造型做到一半的尴尬期 或者是对方还没有站稳 站好摆好造型 就咔咔一顿拍 又是凹造型 又是P图 最后再简单的配上一段 凡尔赛文学文案 娃将给大家解释一下凡尔赛的意思 凡尔赛 是非常作作 刻意的装逼 炫耀 他本来以为自己收获的会是 哇 我晚这颜值 玩到那一份玩法 太美了 你先在我晚面前 也不过如此吗 晚晚好漂亮哦 不进娱乐圈 就是暴天天物啊 然而 晚晚的笑容 还未达到顶点 就僵在了嘴角 谁都知道 范也可不是好惹的 他的团队将计就计的 卖了一波惨 范冰冰巴 发微博 爱成晚晚 提前泄露未公开的物料 不太好吧 粉丝们也在下面留言做解释 大概就是 造型做到一半 被拉去合影 还学了别人不好的角度 于是吃瓜群众 一涌而上 太绿茶了吧 真够有心机的 范冰冰颜值成第二 没人敢成第一 这颜值采范冰冰 还不如全个脑子 离爱范爷了 被网红心机拉抬 自己的那点小心思 被赤裸裸的摊在了公众面前 可以说是颜面净吃了 什么艳压不艳压的 不care 为了挽救局面呢 网红不得不放低身段 求对方前来救场 范爷在网红那条微博下 留了三个小表情 网红回复到 爱你小惺惺 结果依然是女明星背话大肚 网红被挂在热缩首页上 受尽嘲讽 虽然这车呢 是翻得一塌糊涂 但她还是很聪明的 因为她清晰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并且去为之努力 嗯 她的前三十年呢 从豆瓣女神 到出国留学 再到嫁老公 这三个阶段 无一谷是精心经营自己的结果 尽管是一个翻车 和名媛并存的矛盾人生 但是网红呢 本人也是一个 热衷成名于焦点的表演型人格 同时网友也愿意看 倒也是成全了双方的心情 好了 网红的精彩自传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自传时 记得给娃将留言哦 记得 三连求求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感谢观看